徽位大奥义 固形一共13个徽位 每一个徽位都是一个范音点 那么这些徽位是怎样确定的呢 首先我们把有效闲长设为L 七徽正好是有效闲长的一半 位置就在1 2 L 的地方 四徽和十徽正好是把七徽所分割的一半再分一半 也就是有效闲长的一半的一半 位置分别在1 1 L 和3 3 L 的地方 一徽和十三徽又是把四徽和十徽分割的一半的一半再分一半 也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位置就在1 1 L 和7 L 的位置 五徽和九徽是有效闲长的三等分别 它们的位置分别在1 1 L 和2 2 L 的位置 二徽和十二徽是在五徽和九徽的基础上再分一半 位置分别在1 1 L 和5 L 的地方 最后是三徽 六徽 八徽 十一徽 这四个徽则是把有效闲长五等分了 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是1 1 L 从徽位的位置中我们能发现 三正数字是最麻烦的 如果三除不进就会是无限循环小数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数学运算 所以选择108作为有效闲长进行计算 这个数字就能被三整除 这时候可能就有同学问 为什么不选111 同样也能被三整除 可是111是基数除以2468 这些数字的时候又会增加一点小数点 非常的不爽啊 我可以用这个数字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